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要到24号 台湾的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中心 因为中南海肯定在盯着 谁最终蓝白河能否和 最终是什么样 对吧 因为作为这个 他们的励志就说 国民党民众党 国民党民众党 以及郭董和中共 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 要把赖清德打下来 要把最反共的赖清德打下来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所以大家 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 朋友就能理解了 从政治的任何角度都无所谓 这样的政治观点 那样的政治观点 但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共同点 就是消灭民进党 那如果你从这角度上说 大家没有正常人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知道 中共不是人 是撒旦魔鬼 所以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讲 你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你不能联手共产党 去打击他的真正的对手 这是一个 这是有所公知的 赖清德跟这个肖美 应该是肖美龄 肖美云 那已经联手 那今天应该是登记了 所以就变成了 他们成为了最早的一个 总统竞选的正式的登记者 那赖清德自己本人以为呢 他们应该是最晚的 因为肖女士等于是中华民国 驻美国的大使 所以他要把公职做完落 做完落 然后在正常的时间去辞职 要给外交部时间机会 因为得派另外的人去嘛 所以有这么一个 前后轮替的关系 那所以他20号上午才完成了辞职 然后下午去登记 那从正常角度上说 其他党派应该是最早的 结果他们其他党派陷入了 这种所谓蓝白河的问题 那蓝白河问题到现在 他没有结果 那完完全全没有结果 成为了 成为了一个笑话 再也要整合 需要尊重数据 那这是柯P呢 再次提出来他的认为看法 就是有关统计上的 统计民调当中的 谁占先谁占后 那柯P就死活不干了 所以柯P的不干 是为了自己要当正差 柯P自己很清楚 如果他做副手的话 那基本就很快他就会被干掉 就完全利用完他 就立刻被扔掉 他当然不愿意 所以这就是一个前后的关系问题 但围绕这 那目前呢最新的说法 就是各走各的路 柯P自己说 在星期日的下午 傍晚 他说我一定要以台湾民众党主席 总统竞选者候选者的身份 要一直坚持到底 那意思那就说 我是民众党 那要不然你把正差给我 因为我是民众党主席 要竞选总统 那国民党的竞选者 做我副手 这事我就干 不是这事我不干 那侯友宜呢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就没招了 他说OK 天下之大各走各的路 对吧 各不爱各的庙 各走各的路 爱咋咋 我自己走好自己路 又得一扯乎了 扯乎了 结果刚才我们现在看到 应该是今天 再也要整合 要尊重数据 这是柯文哲 今天在造势大会上 又提到这个话 又提到这个说法 那这个说法就变成 中心变成柯P 整个新闻交点 都在这个柯P身上 有一个评价说呢 说最倒霉的一定是国民党 因为柯P在有效的利用 蓝白组合的过程中 他个人的表演 自始至终没花一分钱 一直在新闻媒体的头版上 他事与说变成了一种竞选的 做一竞选的一种手段跟做法 那我个人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同时是柯P 个人人性的 就品质跟人性的大曝光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不太在去 我只是说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就是太低档了 太荒谬了 没跟你说吗 台湾正常的男人真的不多 我不认为这很正常 像中学生 小学生 像这很像 那种根本一个不成熟的 就是白的也好 蓝的也好 郭董也好 郭董看起来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的目标性很强 他内在 他是个生意人 他在权衡着利益的做法当中 有他做法 那他也很明确 所以表现出来 就于我们 我们个人的角度看 不是成熟的男人 所表达出来的故事 所以这是我们一再一再跟大家解释 你只要导向共产党就全完了 因为共产党会不出半年 就把整个台湾搞定 肯定可以搞定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背景 结果呢 在雅虎新闻上就登了有一篇文章 今天的啊 叫七世党主席柯文哲 哭掉蓝白和签字协议 那他文章写的很长 他的整个文章呢 是嘲讽了这个柯辟 在嘲讽柯辟的过程中呢 里面揭示了柯辟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他别的什么政党政策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自己的态度了 他主要提到他人性的两点 第一个他说柯辟是靠女人 他自己没有能力 他身边从他妈到他妹妹 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高级助理黄珊珊 是靠女人在替他竞选 那这个挺让我惊奇的 我细看看他是这么回事 那这一点上就变成了 柯辟跟习近平有的一比 就是胜败都在女人身上 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另外一个关键点 柯辟不读书 他说柯辟不读书 除了除了他的医学专业的话 他对很多东西根本不了解 所以他是个学者 那在不了解的过程中 在讨论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令人难以 就是难以应价的那种 他们用无知 就难以应价的缺少 基本常识的一些论点 但他在这个位置上 又让人感觉的很别扭 很难堪 但是呢 他却读了另外一个人的书 全套的书都读过 他读过毛选 他按照毛泽东的一套 在参与政治 这个东西就 这故事靠女人 靠毛选 放在一起 完了 这就完了 就成了毛泽东的走卒了 那这篇内容 抨击他的意思就是说 毛泽东杀了上亿人 六千万到一亿人 你柯云哲 你这个柯癖 根本就杀不了人 从本质上 你就纯粹是瞎掰 你想学习毛泽东的那种 极其阴邪诡计的手段 你却没有他的那种 杀人的本事 那你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就嘲讽了他 因为文章写的很长了 所以他就提到 上来就 超级没有自信 靠强大的母爱 是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觉得挺奇怪 为什么他妈妈老说话 然后他哭鼻子 他妈也跟着哭鼻子 我没搞明白 因为咱也 我都台湾不太那个 那这个说法就蛮有趣的 所以就把强大的母爱跟女人 是他最主要的竞选的动力 就斗了 柯妈妈 陈佩奇 蔡碧如 黄珊珊 谢明珠 都在发挥强大的母爱 那就这不仅是一个不成熟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麻烦很麻烦的问题 然后他提到说呢 季工加入了驻镇的行列 幕僚呢 替他准备了破局的讲稿 到隔天呢 他一个人到翻盘签字 证明他在淡水寄宫庙 抽到那两个签 对于没有自信的他影响太大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抽什么签 但呢 确实是他个人反悔的 这是麻烦的 第二个呢 他说他的知识呢 太有限 都是来自于野史 现学现用 他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他除了医学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 所以他讲说科学不是科学 讲他科辟 盲目崇拜毛泽东 心中没有中心思想跟核心价值观 那这是他文章上来就提到 这是我觉得很不得了 只有阴谋跟权谋 却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他自己东西 他把毛主席语录跟所有毛选的书都看过 这很可怕的 但他没有考虑过毛泽东杀了六千多万中国人 杀了一个亿 没有中心思想的上 让他反复无常 变来变去 逻辑上都说不通 但他就敢做 根本不理会有没有 抵触的核心价值 根本没有任何的远见 确实只看到自己的脚尖 所以我以为这个东西就行了 就这两条 这两条 他的选项 他的性格的弱点 就决定了这一切 我没有说他对错 我是说 倒是挺对等的 跟毛泽东 跟这个习近平一样 跟毛泽东一样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他代表今天的环境 他可以搅局的 他可以把国民党完全毁掉 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 被毁掉的一定是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崩溃 是并驾齐驱的 这是一个 叫鸾兄姐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